这太让人傻眼了吧 这场全世界最诡异的比赛 一开始男子背着一位女生倒挂在她的背上 当其他对手都跌倒时 只剩绿衣男继续向前冲 她往前大跳 跳进了一个潜水池塘 这时在背后的女生需要展现好妖力才不会喝到水 这是一场全世界唯一的世界杯杯老婆竞速大赛 绿衣男为了获得冠军奖赏拼尽全力 奖赏是和老婆体重一样重的啤酒 拆赛条件是太太的体重必须高于43公斤 看着绿衣男跨出最后一根木头横杆后 全力加速拿下她梦寐以求的冠军 已经喝到撑的啤酒奖赏 为这强壮的男人按个赞吧